国民党花联县党部13号下午召开了 花联市市长选举党内登记同志 第一次整合协调会议 四位参选人中有吴东升以及林宗坤 两人决定持续争取连任议员退出市长选战 而魏佳燕以及李秋旺两人则保持参选 为此县议员李秋旺14号上午也特别召开记者会 期盼党内团结一致才能赢得最后选战 国民党花联县党部13号下午召开了 花联市市长选举党内登记同仁 第一次整合协调会议 四位参选人中有吴东升及林宗坤两人 决定退出市长选战持续争取连任议员 而魏佳燕及李秋旺两人则保持着参选决心 为此县议员李秋旺14号上午则特别召开记者会 我个人也在会中提出来 中国国民党坦白讲 没有任何骄傲的本权 也没有任何分裂的条件 基本上从过去历届的选举 我们看得出花联市 国民党民进党各有各的基本盘 今天决定这个选举的能不能胜出 除了个人的条件之外 最主要的还是在中间选民的抉择 也在这里也呼吁我们的魏佳燕同志 我们不是敌人 我们还是同志 这个选举是一死的 朋友是一死的 虽然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但是魏佳燕同志他非常的年轻 他有更大更好的一个成长精进的空间 所以在这里是不是能够大家抛弃成见 能够大家共同团结一致 让旺哥来为花联市来尽心力 对此同样有意参选花联市长一职的魏佳燕表示 他参选以来秉持着不出恶言 不迫害党内和谐的规则 一切只求公平竞争 我从二月到三月多有宣布选市长后 我的同事李秋邦议员就不断的不断的告诉我说 请我加油 叔叔一定支持你 叔叔一定全力以赴 因为叔叔这届要退休了 叔叔希望照顾家人 让年轻的新一代的国民党的民意代表去冲 然后去担任首长让花联更好 但是我不知道有什么庞大的利益 造成这件事情变成这样 那这个从一开始很支持我的人 变成他自己要出来选 那我不知道这个情况是怎么样 这可能要他自己最了解 那也希望县党部应该要说明清楚 本来四月多的专案一直到七月多的专案 只有我吴东升议员 林中坤议员 三位专案人员选花联市长 变成两位不选了 那理论上来说 应该是由我代表党内 去参选花联市长 怎么变成横空出世的一个李秋旺 说那党部也配合他 在党部开记者会 我想朱立伦主席有必要说清楚 花联县党部张义华主委也必须要说清楚 国民党花联县党部主委张义华也强调 花联市长给予李政长两大市政选举 中央核定都采开放方式办理 不过因为花联市长有其他政党提名参选人 因此希望能在8月19号登记之前 持续推动李秋旺议员与魏佳燕议员的整合工作 让党内选情更加单纯 记者徐立晴 怀龄市报导